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成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七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今年恰逢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 20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但中日韩之间的务实合作始终持续推进 这符合三方共同利益和人民福祉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 中日韩应当发扬20年前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精神 同舟共济 凝聚共识 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挑战 李克强指出三方要共同努力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中日韩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坚定支持者 应当落实慢股共识 一股作气成事而上 确保明年正式签署协议 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要共同努力打造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 加强应对老龄化 卫生健康 金融稳定等领域的合作 李克强表示 中国将在全面放开制造业的基础上 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 投资环境将更加公平 透明 可预期 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不动摇 打开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我们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欢迎韩日企业进水楼台先得月 抓住中国扩大开放的新机遇 赢得更多商机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韩日领导人表示 韩日高度赞赏中国改革开放举措 韩日企业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实现了互利共赢 当前形势下 三方应发挥优势互补 共同携手应对挑战 维护自由贸易 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早日签署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三国工商界和政府代表约800人出席峰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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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